雍正死亡前后发生三件怪事,直指暴毙原因,就连史官都不敢如实际,雍正之死至今成为千古之谜,其死因众说纷纭,吕四娘刺杀,丹药中毒,服侍丹药,陈鱼酒色,过度劳累,疾病遗传,关于雍正的死因,无疑也成为了清朝最为扑朔迷离的悬疑之案,最终也没有明确的记录,而在雍正临终前发生了三件怪事,极为可疑,甚至直指其暴毙原因, 就连史官都不敢如实记载,那么雍正死亡前后到底经历了啥,探寻历史中的宝藏,点击订阅纵观史书,1735年8月23日凌晨,58岁的雍正在圆明园报死,从发病到离世,仅用了三天,至此,雍正报死也成为了一个困扰人们几百年的谜团,而对于这个谜底,正是,也使众说纷纭,人们也给出了无数的答案,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最具有说服力呢? 第一种说法是被刺杀,这种说法也被疯传得最为逼真,说雍正是被一位叫做吕四娘的女子刺杀而死,据说连头颅都被割走了,原来,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,吕四娘的父亲吕刘良,素有反清复明的思想,后来被雍正施行的文字语给害死了。 当吕四娘听闻父亲和家人惨死之后,依然咬破终止写下不杀雍正,死不明目八个大字,然后就隐姓埋名,拜师江南大侠甘凤池,学成武艺之后,通过选秀,混入宫中担任宫女,并在一日侍寝雍正时,直接挥剑斩下了雍正的头颅,然后便提着头颅飘然离去,这种说法在当时流传比较广。 在现在的一些影视作品中,也经常能够见到如此情节,实际上,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,虽然历史迪却有过记载,吕刘良寿,文字语牵连,或计全家的记载,但是还有几个疑点。 其一,蜻蜓选秀的制度极为严格,有资格参选的仅能是八旗女子,像吕四娘这种汉家女子,根本就没有参选的资格。 其二,就算是吕四娘化妆成一个满族女子,并且突破重重筛选入宫,但最终留在皇宫的可能性实在太小。 其三,据清宫档案记载,吕刘良的后人敌却是在雍正时期就被治罪的,并且已经全部都发配到了遥远的北大荒宁古塔。 其四,负责督办吕刘良案的是雍正的心腹重臣,免着总督李渭,而李渭最擅长的就是缉拿补盗, 所以,在李渭的手底下,怎么吕家还能有落网之余呢? 所以,雍正皇帝死于吕四娘之手,可信度不高,只不过是后世人因为同情吕刘良惨案,而杜撰出来的传奇故事罢了,第二种说法是过度劳累而死。 雍正皇帝可以称得上是清朝最秦政的皇帝了,自从他成为皇帝之后,每天日理万机,呕心沥血,经常三更半夜披月奏折, 真可谓起得比鸡还早,睡得比狗还晚,干得比牛还多。 有历史学家统计,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期间,共计批阅奏折四万一千六百余件,其中汉文三万五千件,满文六千六百件,而且雍正帝每天只睡四个小时,第二天还要早起上朝参政, 长次以往身体肯定吃不消,最后劳累暴毙而亡,第三种说法是死于家族遗传病, 爱新觉罗家族都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遗传。雍正也遗传了这种疾病,而雍正帝每天如此拼命工作, 诱发了心脑血管疾病,以至于暴亡。 第四种说法是死于丹药的副作用,古代皇帝爱好吃丹药,他们为了能够长生不老,便让道士们炼丹, 最后慢性中毒而突然暴毙,雍正皇帝对道家的炼丹术也很感兴趣,他相信炼制的丹药可以强身健体,延长寿命, 所以雍正帝就请了很多术士道士来为其炼制丹药,最后就慢性中毒,突然暴毙而亡。 第五种说法是死于酒色,当时有人传言雍正帝后期沉迷酒色,身体越来越差,因此染上重病而亡。 这种说法来自野史的记载,是由一个朝鲜史臣说,雍正晚年由于沉迷于酒色,已病入膏肓,自邀以下不能活动。 但是,见过雍正帝的大臣,却没有发现皇帝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,其实雍正帝的死因绝非那么简单,在他死前后,共发生了三件可疑的怪事,也充分暴露了他暴毙的真正原因。 第一件怪事,雍正死亡时间可疑,内阁首辅张廷玉是雍正皇帝的心腹重臣,时刻陪伴在雍正皇帝的身边,雍正皇帝在写给张廷玉的信中。 曾经称其为平生至己,可见君臣二人情意非常的深厚,张廷玉在自己的日记自定年谱中,也详细记载了雍正帝暴毙时的情形,根据他的记录。 8月20日,雍正帝身体开始出现不适,但并未影响正常办公,能够照常进食,可是到了22号的晚上,张廷玉刚刚躺下准备睡觉时,就被内庭侍卫光光地砸门叫起来,让他赶紧去圆明园见驾。 等到张廷玉到了圆明园之后,门口早已有三、四个小太监在等待着,一见张廷玉到了,马上有个小太监飞奔去报告。 其余的小太监连忙带着张廷玉去见驾,而在整个见驾过程中,张廷玉看到雍正帝的脸朝里面一动不动,也没听到有啥动静,因为夜里光显黑暗,他甚至连皇帝的面目都没看清,此时,太医在旁边也是忙得团团转。 大家跪在地上行完礼后,便退出屋外等候,到了半夜子时,突然房门被打开,里面的人大声喊道,大行皇帝,龙语冰天了。 张廷玉也被吓了一跳,没想到会是如此,从自己接到通知去见皇帝,到半夜皇帝去世,也就顶多一个时辰左右,可见皇帝这病来得太过急促。 而根据张廷玉的记载,当时雍正帝蹊跷流血,令他惊骇欲绝,这也更加验证了雍正暴毙而亡的事实。 我们根据张廷玉的记载不难看出,张廷玉在22日去觐见皇帝的时候,雍正帝就已经去世了,只不过是拖到此时才宣布死血,这样才能把死亡时间记录到23日。 也就是说,清廷刻意将雍正帝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延长,给人一种至少坚持了一天的感觉,这里面有啥玄机吗? 是否在有意掩饰雍正暴毙的真相呢? 第二件怪事,雍正临终一照可疑,这第二件怪事也跟张廷玉有关,雍正帝驾崩之后,大家都忙着去找一照,因为雍正生前曾经秘密立储,并将传位诏书放在金匣子中,藏在正大光明点之下,大臣和皇子们去取出来后。 当众宣读便可,然而此时的张廷玉却说,大型皇帝因传位大事亲书密旨,曾出示我二人,外子无有知者。 此旨收藏宫中,应急请出以正大统。 张廷玉的意思就是说,遗诏总有两份雍正帝跟自己和鄂尔泰都说过,别人不知道,让太监总管赶紧找出另一份来。 此时的厄尔泰也说,雍正帝还有一份遗诏,曾经把自己和张廷玉教去给他们看了这份遗诏,当务之急应该抓紧时间找出来宣读。 大臣们和太监听完后是一头雾水。 就连即将继位的乾隆皇帝也觉得莫名其妙,原来这份诏书就藏在皇家秘密档案里,这是雍正皇帝写给儿子乾隆皇帝看的。 原来早在公元1730年,也就是雍正八年,有一次雍正生病,担心自己会有不测。 而特意交代给乾隆皇帝的后世,雍正八年六月内,亲奉皇考玉旨,张廷玉气量纯全,忠诚共职,宣礼独多,每年遵旨善写上玉,惜能详达振义,迅势沉迷,其功甚聚,厄尔泰治丙忠贞,采幽经济,安民查理,随景边疆,寻为不是出之名臣,此二人者,正可保其始终不语。 正万年之后,二臣驻配向太廟,金振玉将皇考词指入于遗诏内颁发,这段话的意思就是,让乾隆皇帝继续重用张廷玉和鄂尔泰,还让他们配向太廟,同时,雍正帝在密诏中还提到十六帝庄亲王印录和十七帝国亲王印礼,让他们四个人一起辅佐乾隆帝,确保他即位后能顺利坐稳皇位。 第三件怪事,乾隆登基后,行为可疑,雍正帝突然暴毙,死亡原因本就让人猜测不已,但乾隆皇帝登基之后,又做了的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,原来,乾隆皇帝继位后,做的第一件事,不是立刻办理父亲的丧礼,而是立刻颁布一道圣旨,黄考万己余侠,闻外间有炉火修炼之说,圣心深知其非,疗欲是观其术,以为游戏削尖之巨,因将张太虚,王定前等数人, 至于西院空闲之地,圣心世之,如排忧人等耳,未曾听其一言,未曾用其一药,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。 最好造言声是,黄考巷镇与和亲王面遇者吕矣,金镇将一等驱出,各回本集,乾隆这道圣旨的意思是说,雍正帝之所以收养这些方数道士,是因为他闲着没事,觉着这些神乎其神的东西好玩,就故意养着玩的,乾隆还说, 而且雍正帝从来没有相信过他们所说的话,也从来没有吃过他们所炼的丹药,接下来乾隆做的事,就是驱赶这些方数道士立刻离宫,看到这里,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? 这是雍正帝刚刚去世,父亲丧事还没安排妥当。 儿子就急着赶方数道士离宫,而且乾隆皇帝还对内庭宫女和太监们进行恐吓,让他们不要乱说,否则将按掉头之罪正法,雍正皇帝刚死,乾隆皇帝就做出这样的行为,那么他到底在掩饰什么? 他又不想让宫女、太监、道士们乱说什么呢?这不得不让世人纷纷猜测,可能雍正皇帝的死真的与这些方数道士有关,这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? 或者是欲盖弥彰,雍正皇帝报死之谜,乾隆皇帝继位后的第一章圣旨,直指雍正暴毙的直接原因。 事实上,雍正皇帝的死,确实跟服用丹药有关,雍正帝对道家的炼丹术很感兴趣,认为炼制的丹药可以强身健体,延长寿命,而这些丹药里的成分,大多含有水银和硫磺等一些矿物质原料,再加上大量的重金属高温炼制, 所以丹药中所含的毒性绝不亚于任何一种致命毒物,对人体毒害是非常大的,而刚开始丹药中毒还会给人带来一丝快乐感,但伴随着毒副作用的愈积愈多,最后到致命,根据青石稿记载,雍正帝在皇宫和圆明园等地还续养了十多位的成名的道士。 而且雍正帝每天都跟他们学习道法,并服用各类丹药,比如有增长寿命的,有强健体魄的,而那些方术道士们,为了让雍正更加相信丹药的功效,还特意加进入了春药,结果雍正帝对丹药的功效越发地坚信不疑,其实从雍正七年开始,雍正因为服用丹药就已经中毒过一次了,而且更是大病一场, 当时大臣们都认为雍正帝挺不过来了,不然也不会留下密诏,任命四位服政大臣,在后来,雍正已经不满足于方术道士给自己炼丹了,开始自己炼丹,在雍正帝的书房里就建有炼丹炉,而且炼丹产量相当之高,雍正还把自己炼制的丹药赐给大臣鄂尔泰等人服用,还曾问其药效如何,雍正帝服用的丹药里都含有剧毒,就在这样的日积月累之下,他的身体逐渐就被药毒掏空了, 后来据《青世宗实录》记载雍正皇帝在位的后五年,总共让人寻找过各类炼丹之物,共计157种,且全为重金属,历史学家在皇宫内务府里还发现一个账本,更是揭开了雍正帝暴死之谜,其中记载,在雍正九年,即公元1731年,雍正采购了4000多金木炭和矿银,而这些原料只有一个用途,那就是炼丹,从雍正九年到13年,即公元1731年, 到公元1735年,雍正帝大批地向圆明园里运送各种木材、硫磺、矿银和黑铅等物,其中运送黑煤192吨,木炭42吨,也可以说,雍正帝简直就在大量炼制丹药。 据史料记载,雍正13年,即公元1735年8月初,太监和宫女们都看到过,又有200斤黑铅运进了圆明园的炼丹房,结果十多天之后,也就是8月23日的凌晨,雍正帝突然感觉身体不好, 就急招张廷玉和鄂尔多,还未交代完朝堂之事,就口吐鲜血暴毙身亡,甚至连句遗言都没留下,而鄂尔多见此情形,慌忙跪地痛哭,身上也就沾到了雍正帝的血, 而按照医学理论来说,一个人若是蹊跷流血而亡,其实就是死于中毒的症状,我们也可以从乾隆皇帝驱赶方术道士离宫来看。 或许雍正帝的暴死,真的跟服用丹药有着直接的关系,或许乾隆皇帝曾想过,将害死雍正帝的道士碎尸万段, 然而先帝丧葬期间不便将其处死,所以只好将他们一赶了之,乾隆皇帝为何要掩饰雍正帝的死因呢? 那么,为何史书上没有记载雍正帝的真正死因呢?原因其实很简单,就是因为自古以来,服食丹药而死的皇帝都是昏庸无道的荒唐皇帝, 我们都知道服用丹药实际上就是在服毒,他不会让人得到成仙,只会让人走得更快,雍正毕竟是位秦政的皇帝。 若是要被世人知道,他自己是服用炼制的长生不老丹药去世的,那么皇家脸面与尊严何在? 而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更不愿意让雍正帝被人误认为是昏君。 而视为笑柄,所以就将此事,此为傅隐,隐藏了雍正帝的丑事。 因此,雍正帝既不是忙于政务累死的,也不是被吕四娘刺杀而死的,更不是其他原因而死。 他只是丹药吃多了,把自己给堵死了,这个结局也是毋庸置疑的。 而史官就算胆子再大,也不敢如实地记载雍正帝的真实死因,因此雍正帝的死,也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。 综上所述,雍正帝去世前后一共发生了三件怪事,而今每一件也都指向其死因,所以雍正王朝的历史始于一案,终于一案。 生前执政最刚强,政绩最显著的君主,往往是身后是最说不清楚的帝王,同时雍正皇帝的经历也告诉了我们,工作要劳逸结合,不能提前透支自己的健康,要爱惜自己的身体,活在当下。